吴玉翔 我今年20岁 我在国小二年级的时候 来到大同育幼院 对着镜头指着每栋楼跟我们介绍 每个角落都有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的回忆 吴玉翔今年20岁 大一 高二十离开育幼院 离开时只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 我想要提早搬出来的原因 我觉得会有更多人需要我那个位置 因为我能够自己工作 自己念书 就是处于一个自己自主的状态 就是我能够靠自己 那我就自己出去试试看 外表帅气的吴玉翔 是学校小有名气的行男 经常带朋友回来医幼院参观 今天是院友会也特地回来帮忙 他从不认为他在这里长大 有什么好介意的 那个时候家里主要是因为经济上面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点是 其实另外一个点就是乙 因为我是因为家暴 所以被安置 大同育幼院有三分之一 都是因家暴被安置的孩子 吴玉翔也知道自己要自立自强 高中开始就出去打工 我也有跟你分享一些他在外面职场上打工 他看到的一些不公平不正义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孩子他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去面对跟因应 他在职场上学校上人际上遇到的困难 我觉得他是个蛮有生存能力的孩子 而且是有他自己一套生存法则的孩子 就是我们会这样子做 然后就四个人这样子 然后我们坐着一起吃饭 我觉得他真的是充满回忆的桌子 幼幼院模仿在外租屋模式 让孩子可以一步步学着融入社会 因为离院后将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 为福部统计 2017年台湾安置的儿少人数4885人 其中三成由寄养家庭照顾 近七成都被送到安置机构 2017年267位成功出养的孩子 其中只有四位是大于六岁 问起吴宇翔会不会想要回到原生家庭 他一贯以来的回答都是一样 我真的不会想回家 当我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勇敢地去做 只要我有勇气 念电子工程的吴宇翔要攻读研究所 希望在科技业发挥所长 还立志要当个管理阶层 自立并累积人生成就 是这个大孩子的愿望 国中毕业 没有升学 就必须离开寄养家庭 育幼院 还有中途之家 那这个你知道 15岁的孩子出来 他如果没有一个监护人签字 他连工作 工读都不可以 16岁以上才可以工作 那15岁到16岁这一年 你就知道他很容易就会到帮派 或者是在外面闲逛 每年约有一千多位孩子在等待新家 大孩子只能在机构待到年限期满 然后被迫提早进入社会 加上社福系毕业生 有意投入职场的不到三分之一 社福体系迫于人力缺口 很难有足够人力 继续追踪和关心离院的孩子们 在现况改变之前 离院的自立少年 也只能以自力和勇气来勉励自己了